大家好 我是煌靈 SONET昨天又有公告說要出金賞公主資源包 以及每日寶石增量包 還有有償三星必中 公告在FB那邊 想要看內容物的可以到官方的FB去看 我這邊按照慣例來算一下CP值 先從金賞公主資源包開始看 來到這個熟悉的表格 金賞公主資源包6月份版本在下面的第二個分頁 我有標註日期 小心不要點錯了 首先因為這次安卓機跟蘋果機的價格不同 所以我有分開算了 金賞跟筆值左邊是安卓機的部分 右邊是蘋果 接著 這個表有分上下兩個部分 上面這邊是如果有償時缺到爆 想要買一點有償時去每天按一次有償時單抽的部分 因為每天有償時單抽一次只需要花費50寶石 而如果用免費時抽一次需要150 所以上面這邊會把有償時一個當免費寶石三的來看待 下面這邊就是有償時沒有很缺的玩家看的 如果是想要拿有償時去抽三星必中 或是做一些免費寶石也能做得到的事情的話 就看下面這邊 這邊有償時就當免費時看 上面下面兩邊就只有插在這邊 其他都一樣 請各位依照自己的情況對號入座 然後我先講一下有些人會有疑問的部分 首先 因為這個月有活動 應該很多人會去刷新年齡的碎片 關於新年齡的介紹跟活動的刷法的影片 我明天會出 我今天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是有把大家跑去刷活動這件事情考慮進去的 比如說體力的部分 這次金賞公主支援包賣到10號為止 買到的體力可以用在N加倍也可以拿去刷活動 但我是不建議把體力拿去刷活動 基本上還是N加倍比較划算 幾乎每次都會有人留言說體力用在N加倍更划算還是怎麼樣的 我這邊已經把體力用在N加倍當前提了 第二個是公主星碎片的部分 因為聖機調查打5次的體力從100下降到75 所以跟上個月比公主星碎片現在比較不值錢了 然後我這邊大概說一下我公主星碎片的算法 這個東西會根據每個人的吃管習慣跟重置等級一等級二的次數不同而改變 我這邊計算是偷懶沒有算那些金裝跟經驗藥水之類的副產物 對於吃六管重置聖機調查等級二不超過三次的玩家來說 一公主星碎片的價值大約是45時 算法在計算是這裡 我想應該很多人不想聽我解釋 那今天又不是在上數學課 那真的看不懂的話在留言發問吧 其他我還算了幾種情況 但我左邊的情況 左邊的算法是以一個公主星碎片等於45時的前提下去算的 如果各位觀眾覺得不符合你的情況 可以用比較適合你的算法去改 另外前面的六月課金CP表這邊 公主星每日禮包的部分我已經有更新了 現在是以打五次花七數體的前提下去計算 然後我這邊列了四種情況 對於平常習慣吃六管重置聖機調查等級二不超過三次的玩家來說 這包相當於花費台幣690買了4500寶石 對於吃九管重置聖機調查等級二不超過三次的玩家來說 相當於買了5770食 對於吃六管重置聖機調查等級二超過三次的玩家來說 相當於是買了6410 對於吃九管重置聖機調查等級二超過三次的玩家來說 相當於是買到了8410 那就請各位按照自己的情況對號入座 由於聖機調查體力花費下降了 但是禮包的金額沒有變 公主星禮包現在是幾個月卡裡第二不華碩月卡 僅次於最坑的瑪娜月卡 至於要不要買就依照個人需求啦 金賞公主資源包會比較有疑問的大概就是兩點 其他大家就自己看表哥啦 那我這邊先來講一下三星必重跟寶石增量包 再回頭來做金賞公主資源包的結論 回到前面這邊 三星必重如果不幸沒有抽到新角色 按照期望值會獲得大約86的秘石 如果是買三次每日寶石增量包去抽 就相當於花費台幣360買到86秘石 這個筆值大約在8.29 這個安慰獎算是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想要新年日和的 或是還有重要的常駐角色 像是黑棋 月月沒有抽到的 都可以來抽一下三星必重 而如果想抽三星必重 但有償石不夠 就筆值來講 金賞公主資源包買到第五部的CP值是比較好的 但金額會多花一些 如果是玩得比較佛系 對強度沒什麼要求 想要省一點錢的人 可以直接去買三次的每日寶石增量包 最後回到金賞公主資源包這邊下結論 如果是缺有償石 每日單抽玩家差不多是買到第六部 公主心碎片這邊 第七部這邊的內容 花台幣630 買1000萬瑪娜 跟瑪娜月卡有87%像 缺瑪娜基本上就是直接固定買探索包 買了還不夠用 才會去考慮瑪娜月卡 而如果是探索包都沒有固定買的玩家 到第六部這邊就不值得買了 而對於中課 大課來說也差不多買到第六部就可以了 買到後面不如等公主補給包還比較划算 反正Sonec現在賣來賣去 就是補給包跟金賞包這兩種在交換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對於計算上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發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